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人 大家好 我是何桂嵐 一年前2019年的7月21日 我當時是立場新聞的記者 當晚我是在我元朗的家裡 看到有一位廚師被人打到滿身在藤挑釁之後 我才離開我的預所 當時我的目的地是上環 我要去上環接立場新聞記者的家 我路經元朗站 在我進了元朗站之後 我第一個聽到的消息是 當時在元朗站東邊的收費區裏面的履池 有一位傷者已經被穿白色衣服的人打傷了頭部 所以我當時作為記者 我就進了這個收費區裏面的履池去採訪這位 721事件的傷者 但在我採訪的途中我已經聽到履池門外非常之大聲 所以我出去看 當時我已經看到外面是一片混亂 在我身邊是收費區裏面有很多市民 大部分都不是穿黑色衣服的 而在收費區的外面 就見到非常之多穿著白色衣服的人 拿著法寶膠板 拿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藤挑 拿著木桿 不斷向閘裡面的人施閘 當時 情況非常之危險 我見到有很多人 嘗試離開那個收費區 其實都是離開不了 然後擾讓了一輪之後 白衣服的人 向著元朗站西邊的出口 走過去 當時 我已經發現現場是沒有任何的傳媒在 而元朗站的收費區是分開兩邊的 我很擔心在西邊 那個收費區裏面可能亦都會有市民 我不知道那幫白衣人走去西邊 是可以出於什麼目的 但是我作為記者我希望 去監察到底那裏有沒有其他市民遇襲 所以我選擇拍卡出閘 跟白衣人保持著一段距離 跟著他們 但是突然間 白衣人群裏面有人反過來 之後的事大家在直播都見到 他首先是攻擊閘裡面的人 然後攻擊我 而我當時是戴著記者證 穿著黃色的記者背心 那天的經過我講到這裏 今天下午 警方所開的記者會 有幾個事實的錯誤 我希望指出 第一 警方不斷這樣說 是因為有人聚集 有人激化的事態 所以才釀成一些 它所謂不愉快的事件 但是我剛才講的事序 大家已經聽得非常清楚 在當晚都未夠十點 其實在雞地那裏已經有人遇襲 而我到場的時候 已經有被白衣人打到頭破血流的傷者出現 而警方所講的兩邊人士聚集 一群在閘裡面 一群在閘外 而閘裡面的人 根本 在被包圍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離開閘外面 第二 警方說 現場有傳媒的鏡頭 只是拍著一邊 加上令人誤導的旁述 所以令人誤導 這是一個誤會 這是一個無差別的襲擊 警方在剛才的記者會裏面 有兩次提到我本人 第一次 他說有一個穿黃色背心的女子 在拍攝的時候出了集 遇襲 令到事件激化 第二次 他說有傳媒的鏡頭拍單邊 所以令到全世界誤解了這件事 兩個都是講我本人 而我想說的就是 當日那條直播長達一個小時 大家想看的話 在Facebook 在YouTube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我當日來到之後 無論是東邊還是西邊的收費區 月台 每一個出口 我幾乎是走勻了 在我的鏡頭裡面 無論是白衣人 所謂的黑衣人 或者是市民我都拍到 唯一拍不到就是不在現場的警方 我第一次鏡頭裡面出現警察 就是白衣人 在西邊的出口 離開了閘事後 我才看到有防暴警員走進來 而當有指民去詢問 這些警察剛才去了哪裏 警察是去到某一個地步 他們是拿一些胡椒出來指著 一些剛剛才被人打完的指民 這一個就是我當日拍到的情況 一秒鐘都沒有斷過的直播 大家可以上去看 我希望跟警方說的就是 由今年年初開始 無論是江永祥還是鄧炳強 哪一個都好 每一次出來 都是嘗試歪曲721的現實 但是很對不起 香港警察 看你們明知道元朗的居民 721之前幾天已經不斷收到WhatsApp 叫人不要去雞地 而你們選擇不處理的那一刻開始 由你們有同事在雞地混入那些白衣人裡面 你不要處理去那一刻開始 由市民去報警你落閘 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注定你永遠都沒有辦法重寫721的真相 你可以蓋Facebook 可以蓋YouTube 你可以封閉整個網絡 但是 這一條片段永遠都不會消失 這一條一秒鐘都沒有展過 不涉及任何誤導 只是拍到事實真相的片段 你就算抓誰 你就算抓了721所有受害的市民 這個真相都不用你們去歪曲 對於當他的言論 就說你只是拍攝中間這樣 這個是不是你覺得的事實 還有覺得今天他是不是完全改寫了整件事 由以前他講的版本 還有當日他說接報之後18分鐘就到場 以你那個一小時的直播片段來說 這個是不是事實 幾條問題 警察究竟在事發的時候 多久才到場 網上有非常多的片段 無論警方怎麼說都好 大家可以自行看片段 而到底我作為一個記者 我是不是只拍了一邊的情況 我重申 我當時有拍到白衣人 有拍到現場的市民 亦都有拍到一些穿得非常漂亮 準備出街 大套的市民 甚至拍到一些牽著六七歲的女兒 剛剛在列車上面不知所存的市民 每一幕我都有拍到 大家可以上Facebook自己看 亦都懇請警方 不要再歪曲事實 因為你們說的謊 你們一天不斷了香港的網絡 你們都沒有辦法可以改寫到 停 我剛才看了直播 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我注意到 警方第一次提到我的時候 並沒有將我稱為記者 只是將我稱為一個 穿著黃色背心的女子 在這個記者會進行到 警方會說 在現場做直播 不是免責的犯法就要賴 我相信我當日所做的事 我旁述入面 每一句說話 大家都可以上網看得到 聽得到 究竟我有沒有誤導 究竟當日發生的事 是不是暴動 還是無差別的恐襲 這個是公論 希望香港警察不要再污衊 每一個看到真相的香港人 是被人誤導 我相信任何一個 有注意當日新聞片段的人 都可以很清晰地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當日的事件 是一場無差別的恐襲 這件事不是任何人可以誤導得到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殺得到 訪問期間 他不斷用這個揚聲器去做 即那個不可不知那個呼籲 覺得他這個動作 是否有心 我今天是一個人來這裡 元朗站的 如果警方要用兩個人的限制 來拘捕我 你們現在就可以過來 完 剛才這位記者說 我擔不擔心自己被捕 去年的7月 我只是一個直直無名的記者 7月21日 我來到元朗站 我做了那條直播 也不是因為什麼 純粹是因為我當時 就在元朗站裏面 路過 而我見到傷者 所以我決定開那條直播 在我仍然是記者的時候 我本著一個記者不應該成為新聞主角的原則 所以我沒有很公開地去討論這件事 但是我現在見到 整個特區政府的系統 整個警隊 以至中共的官媒、黨媒 他們怎樣不斷放大那個 所謂保家衛國的版本 不斷去將當日出現 在現場的香港人抹黑成暴徒 作為其中一個 非常罕有 有名有姓 當日 亦都是現場的見證者 我認為我有責任 講出真相 而如果講出真相 在這個政權之下就是犯罪的話 警察隨時都可以來抓我 謝謝大家 OK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